Hello 歡迎大家收看START HONG KONG TV 大家好 我是Charlie 我是Anton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 香港特別行政區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所舉辦的2019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而今年的資訊科技初創企業獎 是由這個港會輔論社所主辦的 今年的營辦機構很榮幸是由我們START HONG KONG 所負責的 想大家去想一下 剛剛說到港會輔論社 港會輔論社跟ICT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今年這麼厲害可以取得主辦權 不如這麼說 首先Charlie 你對輔論社是否認識? 慈善機構 有認識多少 說一下公公婆婆 那這些高科技的年輕人有關你們的關係嗎? 其實都很有關係的 其實輔論社本身都做很多不同範疇的服務 很明顯都是社會服務為主 但是同一時間它有六大範疇 而六大範疇裡面 其中有一個都會很專注在你的教育方面 其實你想一下 如果START HONG KONG 沒有教育的人育的支持的話 其實它很難可以衝出香港 所以你想一下 如果輔論社有這麼大的不同的人 和資源 做這個ICT Award 其實是否很適合呢? 其實最主要 這個ICT的比賽 這個Award的目的就是 去提高香港 在這個 網絡、 communication 和 technology 的界別的一些項目 讓他們有一個平台 去做一個比拼 很多時候 每一年 我們都會超過 可能收到幾千個的項目 首先不用怕 幾千個項目 不是一個Category 因為其實在這個ICT Award 裡面都有八個不同的Category 亦都是分開不同的比賽的篩質 和評分的標準 在我們現在 今次主辦的 我們Rotary 和HONG KONG 其實最主要就是 策位 START UP 就是初創的一個area 說多一點 Anton 說多一點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十幾年來 都是 一些機構去營辦 今年真的 非常之黑馬 港匯富倫 可以做一個主辦機構 其實你覺得 當中 是有什麼 原因 或者優勝的地方 在裡面 我想是團隊 最重要 其實我想看回 我們都在這個 創頭 START UP這個界別 我們都有很多年的經驗 尤其是在今次這個活動 我們都很榮幸邀請到 START HONG KONG 一些重心人物 例如陳嘉豪先生 他本身都是在這個 初創界 都繼續輕重 其實他以前 跟我們 一直都做了很多不同的 一些比賽 活動 在裡面 他也都參與了很多 給了很多意見 我們怎樣去做好這個ICT 因為本身他自己 在對上這麼多年 都做過很多次的評委 他帶了這些經驗給我們 申請 我覺得 我們有幸 這次扶輪社 拿了一個ICT Award 的Leading Organizer 來做 我覺得他也是功德無量 還有我在準備新聞稿的過程當中 都看到 其實 陳志詩先生 原來其實是扶輪 就是這個港會扶輪社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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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本身我們 最早期創會 陳志詩先生 因為他本身 對這個扶輪社 都 基本上很多年 都應該是 有這個很密切的關係 直到 他知道我們那個扶輪社 在兩年幾三年前 開始去籌組 和成立 他都很願意出了他的時間 去做我們的一個 榮譽會員 其實他挺支持創創 因為看到他早排 就是電視節目 絕對是的 除了他當然 支持扶輪社 也是很支持初創 如果大家有看回 近來一些電視節目 叫做《聲利到》 他都做了很多 譬如說 一些訪問 關於他對初創的看法 還有他也覺得 初創會是 來香港未來的 很多新的 Unicorn 還有一些社會 來的動量 因為我看到其實政府 近年那個slogan 都說是要 Think Global Think Hong Kong 所以看到我們 今年我們的營辦機構 Start Hong Kong 即我們 零創香港 其實那個slogan 都跟政府 是 parallel的 我們是說 Think Global Start Hong Kong 就是你真的這個項目 是代表著就是 第一 可能是軟件 第二 可能是硬件 第三 可能是社會 有關 我們分開三個範疇 去比賽 那現在 如果你實際上 這個項目 而希望衝出香港的話 這個活動 絕對適合你 作為初創的你 拿著這個 如果之後 去贏了這個獎項 無論你是金 銀行也好 都會有很大的代表性 原因就是 你是真的代表香港 去衝出國 去參加不同的財市 同一時間這個logo 其實你是可以 在這個 就是自己公司的 卡片 website 展示出來 可以為了三年 那基本上 你有這個logo 就代表著 其實你有這樣的實力 代表著香港 同一時間 以我們去看 很多時候 而在這一年裏面 都會有很多 不同的一些 媒體公司 他們主動 其實會提供你 跟你去找一些 投資者 甚至乎 一些生意合作的伙伴 以及不斷又 不斷又 很忙地去 被人去採訪 那你說這個 其實我相信 是一些 幾非常之下的得盈 原因為何我們今年 就是領藏香港 會做一個 營辦的機構 原因是 因為其實 我們本身是一個 平台 主要是 好像 好像梅隱一樣 我們是接合不同的項目 投資者 資源 還有一些 也有 說多一點 就是說 究竟 什麼人 適合去參加這個比賽 其實基本上 只需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 你要有一張 BR 即是公司的 營業執照 還有 你要是一個 又有一個項目 是ICT related 嗯 講得非常之好 查理 申請有三個步驟 OK 1 2 1 1 2 2 3 其實不是很複雜的 填方 我經常聽別人說 不斷訊息 我說 一見到填方 十幾二十多月 我就很害怕 那份方的確是有些恐怖的 不過你不用怕 我們是會有飯本 可以提供給你 還有我們會有團隊 在逐一跟進 令到你份方 可以很成功 很簡單 很方便 這樣就可以填好 成功寫給我們了 這麼好的服務 是不是政府 這麼好的資源提供 提供這些 是呀 施火的 你搞出來的 一起搞 事不宜遲 講一講 就是我們的Mountstone 什麼時候自治的請問 其實呢 大把時間 但是呢 當然就越快越好 原因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現在 正式已經接受申請報名 OK 剛才 Charlie 都講得很清晰 三個步驟 這麼簡單 還要有人支持你 去填這一份方法 絕對不用擔心 總之你覺得 今天是有這樣的理念 是想希望 就是去試一試 自己的實力 儘管 做剛才的三個步驟 去申請 拿方 填方 教方 然後呢 去到我們1月18日 就正式截止 為什麼我們說 越早越好呢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呢 越早申請 越快填方 我們就越快去review OK 當在review的同時 你會覺得 咦 我們越早review 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在你選擇的時間方面 OK 甚至乎就是說 我們其實有很多的評委 是會和你interview去見面的 因為在我們整個活動裡面 我們的評委 是會在不同抽樣底下 會和你們去接合去見面 甚至乎去你的office那裡 現身和你去了解一下 你現在的operation 好划算 其實是的 consultancy fee 絕對是 我也可以這樣說 如果大家有留意ICTR的話 你會看到其實之前的評委 顆顆都是巨星 他們在初創 在IT 甚至乎在學術性 都有很多不同的經驗 我相信其實 no matter 你真的這個活動 最後來 能否得到獎得好 但在這個裡面的流程 你絕對是會獲良多 嗯嗯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的詳情的話 其實我們接下來的21號 在這個中環 是會有一個 中環哪裡 中環Landmark 為什麼會在Landmark 因為Landmark 有一間很厲害的公司 是 也是我們的一個場地贊助 多謝你 Priest Waterhouse 沒錯 我們接下來的21號 11點鐘 就會在那裡 會有一個啟動禮 還有一個記者會 嗯 OK 那天是有什麼人的界別嗎 或者在那裡呼籲一下 其實我們想找些什麼人 去參加這個活動 任何人 OK 那當然 如果你最好就是 在這個界別裡面 就是剛才說的 可能是Media 你是在初創界別 你是在IT 等等等等 贊助商 如果你覺得想了解多些這個活動 咦 那你說開 sponsor 錢那些東西 我想問參賽是怎麼付錢的 參賽當然是完全不用付錢的 OK 那本身這個 都是政府 支持的活動 所以所有 裡面有關的 一些經費 各樣東西 都是由政府那裡 會去sponsor 任何裡面的一些 活動的人手 細節等等 所以作為參賽 當然是不需要付出一分一毫 但是如果你覺得 我這個活動 你想參與其中做sponsor 將你這麼漂亮的logo 在不同的各大媒體那裡 展示出來的話 那絕對是 welcome你去sponsor 我們任何的不同的東西 除了晚上 或4月4日吃飯之餘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 welcome 找到一些 不同的場地 media 甚至是一些 products 一些price的 一些sponsor 我們都很welcome 各大不同的公司 在我們的平台上 賣廣告 怎麼知道你何時有新片呢 最重要就是 subscribe 我們現在這個channel 旁邊有個subscribe 然後旁邊有個鈴鐺 按下去 你就會收到我們的提示 正正正 今天的重點 你知道就是三個字 快報名 樂方 田方 教方 Thank you See you next tim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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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石 你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